持續來掌握颱風的動態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在新北市三重的三合夜市 三合夜市其實是全年無休 週一到週日 每天傍晚五點到晚上十二點 都會營業的 但是來到這邊收到颱風的影響 可以看到其實很多店家 都是沒有開門 就算開門了 可以看到旁邊 其實業者也都是提早要收工了 越來越到了晚上 風雨越來越大 他們要做生意 其實也是相當的不容易 可以看到現在工作人士 趕快要收起雨棚 而且很多東西要賣的 也都有用塑膠薄膜來蓋住 就是怕這個大雨 有可能會影響到他們商品 甚至有可能會波及到其他的顧客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晚上出來買宵夜的人潮 還是有一些些 但是根據附近的店家了解 其實跟平常比起來的話 還是有一點點差別的 讓我們停下稍早訪問 就一陣一陣而已 有的時候很平 有的時候沒有 就像現在就比較平靜 晚上風會特別強 今天晚上的感覺 跟今天早上比什麼 沒有 昨天晚上比較強吧 今天還好 我覺得今天還好耶 昨天晚上比較強 昨天凌晨比較強 可是今天還好 那今天客人會不會 台風比較少一點 還是 一定很少啊 一定比較少啊 我都已經被吹走了 因為很多人都沒有出來 如果說晚上 就沒有出來擺啊 對啊 是覺得客人也人潮不多嗎 還是不一樣 沒什麼人啊 現在看你知道周圍有什麼人在走啊 平常就全年無休的夜市耶 對啊 可是現在只要下大風下大雨就沒人了 就不會有人出來白了 有時候一下強 一下強一下弱啦 所以就這樣 會擔心嗎 會啊 如果說真的再強的話 就是請家裡人 家裡人出來 啊 晚上客人多不多啊 這時候沒什麼客人 提早收攤的收攤 或是幾乎沒有來做生意的店家 其實是非常多的 那麼根據了解呢 其實今天晚上人潮並不是非常的多 而旁邊的夜遊攤商是覺得說 在觀察一下下 如果真的風雨還是很大 也不排除 待會就是也是要提早收攤 不過還是有很多人 半夜想要出來買點東西吃 解解禪 還是有一些店家是有開的 因為呢 他們是覺得說 至少還是會有一些顧客 想說出來吃點東西 但是還是要特別提醒大家 到了晚上 風雨可能會比較強 甚至到了凌晨 也會越來越強勁 這個夜市是全年無休的夜市 沒想到碰上了颱風 竟然變成這個現在這個情況 其實很多店家沒有出來做生意 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出門買商業 也要注意 要記得帶雨傘 注意自然安全 祝福